尽管远在深山处 只要有门牌号码的地方 就会有邮差的踪影 他们中日奔波在偏乡 反而跟当地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有鉴于此 偏乡地区的邮差们 也肩负起关怀的工作 借由送信的机会 也将免费的物资 配送到弱势家庭 将温馨感人使命必达 却不为人知的故事 其实早在游物市 温永南先生 舍身送信就立下典范 民国98年 八八风灾来袭 强大雨势 瞬间溪水暴涨 冲击力之大 掏空了河川诱岸 导致台东资本的精帅饭店 直停停倒进资本西里 大自然惊人爆发力 从来不是人类所能阻挡 其实早在民国六十二年的 那拉台风同样的地点 台东资本就已经是重灾区 当时狂风奏雨 山洪爆发 资本桥因此被冲断 大自然无情 人间却有情 游物市温永南 为了将信件送达目的地 不惜涉水渡溪 却也因此化为坡城 那个水很端极 他被那个邮件 整个中心时期平衡的时候 他为了保护那个邮件 他分离把邮件泡到岸上 然后他的重心就时期平衡 就被冲突 如果温永南当时不管邮带 或许就有一线生机 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尽管牺牲生命 也使命必达的精神 因此撼动了台东居民 就在事发地 资本堤防旁 树立起温永南先生的 纪念铜像 下班的时候 有时候会用我们游举摩托车 载小孩子出去 就是他的环境那边绕一绕 请剪彩 尽管41年过去 大家依然没有忘记 这位游物市的 一举和敬业情操 历经多年 在资本温泉区 盖起了唯一连外桥梁 在台东居民无意通过下 就将它取名为永南桥 这也是游政史上 第一个以游物市命名的桥梁 妈妈一直都非常怀念爸爸 而且讲到就会很难过这样子 那我们也是 因为从小就 就是妈妈很辛苦在照顾我们 妈妈都会说到爸爸 他说他的优点这样子 说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这样子 小时候妈妈常常跟我们提起 我们要学爸爸 学爸爸那种工作精神 不要丢爸爸的脸 不要做坏事丢爸爸的脸 赤资2.2亿元新建的永南桥 踩协张桥结构 冰向两侧 斜向拉伸22条钢纜 艳阳下洁白壮观 毫无阻碍地流通了两岸 就像当年温永南舍身救兴 让许多人能够收到远方亲友的问候 虽然是山上或海边 是邮件量会比较少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使命必达 再怎么困难 台风天怎么都要收送邮件 但随着科技进步 邮件量日益减少 偏乡有务事 因为深入各乡镇 接触到各户人家 因此利用送信机会 也关怀起弱势家庭 米 还有料布 还有酱油 还有一些使用油 这是一般的我们大哥跟大曹 平常在使用的 然后我们邮局队 两个月都会有做这种 关怀的 关怀大哥他们 北南乡新原部落的王先生 14岁就为了家祭去跑船 他的梦想就是赚到可以盖屋的钱 然后把兄弟姐妹接来一块住 但没想到屋子盖好了 他却因为劳累过度 干病气切倒了下去 两个小孩还在念小学 王太太为了照顾他 只好辞去工作 但家境也陷入困难 我很感谢他们的这样子 对我们这些弱势的家庭 有这样的关系 因为像我老公这样子啊 已经三年多了这样子 在照顾他 还好有这些旁边的人在关心我们 要不然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面对像经济上的功能 实际上最基础就是邮差 邮差更了解这个区域 然后回来有时候跟我们通报 通报之后 当然我们机场会先来看一下 关心一下 然后就是要跟上面的回报 就是需要帮忙的 还好第一线邮差送信 及时发现王太太家的困境 共同协助渡过难关 邮局这份关怀弱势家庭 运送物资的工作 至今至今也仅四年时间 要甩这一洞 对对 加油啊 对对对 我牺牲都认识您了 对因为 因为他们经常来啊 会送东西啊 你要布啊 米啊 翻身越岭 无数不关怀 但因为都是默默在做 还一度被误会是诈骗集团 他们只去送的时候 我们都开我们的邮城区送 他们认为我们是诈骗集团的 因为我们都经过 投地市调查之后 有时候我们突然去拜访 他会觉得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是不是诈骗集团的 但是我们会跟他讲 因为是连关到了 那我有时候送个米 送个酱油这样 现在鱼串比北很辛苦 你送心还要送爱心 不会啊 但是稍微 很谢谢你们 因为 奔驰在穷乡僻壤 成了已经近百年的邮政业务 随着业务转型 在后山台东 传递的不再只是邮件 还有一份浓浓的人情味 我会讨计划 我会讨计划 我会讨计划